早安欢迎来到飞碟早餐 我是代班主持人尹乃金 今天是民国109年2月5号 在今天的这个飞碟早餐呢 我们要为您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 他原来是全球保险人寿的 全球人寿的董事长 然后目前呢是IFPA社团法人 中华保险与理财规划人员协会理事长 刘先决他为什么特别 我们待会慢慢的告诉您 就有人呢那么年轻啊 就拿到这个美国的精算师 大家知道精算师有多难拿吗 然后呢这个跟我到 跟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呢 竟然还跑去这个MIT 跟这个儿子一起读这个Fintech 然后呢60岁的时候又创业 那他现在呢要在这个台湾呢 推动这个亚太保险奖 为什么要推动亚太保险奖 那他个人呢从事这个保险 这个事业呢 又有些什么样精彩的故事 我们先欢迎呢 刘先决理事长 欢迎理事长您好 您好 大家 大家 早安 早安 是 理事长真的蛮特别的 首先就是说 做数 念数学系 好 然后 念数学系 然后去考精算师 这好像是还蛮顺理成章的 是不是 很多都是统计系去考精算师 不是吗 其实考精算师的大概就是数学系 跟统计系 统计系 对不对 那当然当初我会念数学系也是 那时候不小心就考上了数学系 来联考吗 对 我的学长哦 多优秀你看 然后后来您是 您是这个念了数学系之后 当时就已经有这个想法 要去做这个保险吗 没有 就像我刚刚有说的 我是不小心考上数学系 念数学系不知道必要要这样做什么 所以呢 曾经有申请转辅大英文系 结果那时候的教授 Father DeMores 面谈了我 又拒绝了我 所以我就只有把数学系 他可能认为我的英文还不够好吧 那就是要去读 辅大学英文系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系 我们的外语学院很热门 所以说可能要求比较高了 那我就只有把数学系一直念到底 念到底之后呢 就发现说 好像数学系一个不错的出路 要不然就是写电脑程式 在那个时候 要不然呢 就是走精算的路线 所以我后来决定走精算的路线 然后您出国去念统计 对不对 是 在美国念的统计系 好厉害哦 您这么快就考上这个精算师 精算师超难考的 大家知道精算师吗 就是那种比那个什么律师 会计师什么的 那种难考的 难考很多 觉得精算师的资格 好像就一辈子就无余的感觉 是 在当时这个精算师是被美国评鉴为 全美国第一名的行业 是吧 因为他的待遇跟压力 他们有个评比制度了 所以说那时候我选择考精算师 也是这个原因了 当然通常一般人要考五到十年 那我是因为资深在美嘛 所以希望能够赶快能够念完 所以每天拼命念书 大概就是比最快的时间五年考完精算师 你讲的好轻松 其实事实上是不轻松的 好专注对啊 每天上班下班五点多钟 六点钟吃饭 六点半看一下 那时候那个NBC的Nightly News Tom Brockho 他的半小时的新闻节目 然后七点钟 他的节目一结束 我就上去念书 念到大概十一点 大概就这样过了五年 真的 真的就是很专心 专心的再去供精算师这个资格 对不对 对啊 就很厉害啊 那么年轻好像 所以去考这个精算师 或者说您从统计 念统计的硕士 然后毕业以后 其实那个时候 您念了两个硕士 一个数学 一个统计的这个硕士 那个时候就已经是 要从事保险业了吗 所以才去考精算师 对不对 对那个时候 我一直就要走精算路线 可是在美国 有精算系的系所 学校并不多 而且有这样系所 又提供奖学金的 给外国人的 几乎是没有 所以我只有走 数学系 统计系的路线 然后不断的去考精算考试 因此才能够从 等于打擦边球 我不是念精算系出身的 我是走数学统计出身的 这个里长我请教一下 您什么时候决定就说 要做这个保险这个行业 特别是您 您是在美国就开始做 这个保险的行业 我觉得保险这个行业 本国人都很难做了 还一个外国人去做 事实上精算师 成为精算师之后 他主要的工作的领域 的行业 要不然就是保险公司 要不然就在气管顾问公司 帮人家做退休金 薪酬设计的 是我知道 精算师成为精算师之后 通常就在保险行业 保险行业 对但我的意思说 您什么时候开始决定 要走这条路呢 当我决定走精算师 那就注定了将来不是做保险公司 保险精算师 要不然就是这个 在气管顾问公司 帮忙企业 各大企业 设计退休制度 那您自己心里面呢 您自己心里面是比较喜欢 或者说比较希望 是往保险这个方向走吗 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 我那时候倒没有说 我一定要走保险路线 我只是想说我要做精算师 那时候很单纯嘛 就是我要做精算师 因为精算师各方面条件很好 而且没考过一科考试 公司就给你加薪 而且还给你放读书架 所以想 这好像中国股说的科举制度 然后你考过五级之后 成为副精算师的时候 又公司又给你升官 成为正精算师的时候 公司又再给你升官 这很像科举制度 这很符合当时的这个 我们这种习惯的 这好像考试 考完是有加薪 加薪又放假 我请教这个理事长 就是说因为精算师 他当然就是规划嘛 然后计算 他跟在第一线的这个保险人员 是非常不一样的 可是我们从您的这个经历来看 您从这个担任 不管是这个美国 这Pudential 保德性人寿的国际计划处的 这个协理啊 然后精算部的这个协理等等啊 然后到后来呢 担任这个全球人寿的 这个董事长啊 就是他在这个前面的 就在后方的这个规划 跟在前面的这个推动上面 都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 其实保险是一个很难的行业 他跟一般的这个Sales呢 很不一样啊 就今天我们卖一个产品 我们卖车子 卖冷气 卖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啊 卖这个Sales 卖一般的这个产品 跟卖保险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我今天去卖一份保险 等于是要对方 把他的人生的安全 把他的人生 当然也有一些是储蓄 就把他人生的规划 交付在你 交付在这个保险的 保险人员的这个身上 这个要有很大的 这个说服力跟信赖感 这是一件很特别 很特别的一个行业 对这也是我后来 进入保险公司之后的 慢慢的体会 刚开始我在内勤工作 精算师就设计产品的 所有的保单 都是精算师设计的 所以我们是设计保单 拟定费率 提供计算责任准备金的 这些专家 那每次呢 我在企划部担任协理的时候 我看那个业绩数字 这个上个礼拜成长了多少 这个礼拜又怎么样 所以看那些数字 就说嗯 只有几亿美金 好像成长不快 那感觉就是 就是看数字 冷冷的 后来我担任全球人数 总经理的时候 那我也带业务 我才知道说 想卖出一张保单 有多么的困难 大概是说 一般来讲 一个业务人员 他在接触 六十个客户 六十个人 可能成交 三到五件保单 这么低 这成交率 这还算是不错的 这算不错的 那事实上是因为 你卖寿险的话 跟卖车险是不一样的 卖车险 一般人买的车子 他一定会买车险 大部分的 因为第一个 有强制责任险 一定要买 第二个呢 他买了一个新车 他就会说 这个车子很宝贝 万一被偷了怎么办 万一被撞了怎么办 他就会要买一个 防偷防撞什么 各种很好的 comprehensive的权险 可是呢 我常常在批评 我们男生啊 很奇怪 他的车子很宝贝 他的车子怕被偷 怕被撞 可是他自己呢 他不认为他会生病 他不会认为他有出事 所以说你说 那么张先生 刘先生 你买一个寿险吧 他好像觉得 他是钢铁人 invincible 不会生病 不会怎么样 可是我们就 我们的优秀的 保险业务伙伴的责任 就提醒这个客户说 张先生 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 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 你的配偶 你的子女 是否应该 获得一笔钱 取代你的收入 来照顾你的家人 那这是你对家人的爱 跟责任感 这是无可取代的 可是唤醒这样的需求 是一个保险业务人的 一个责任 那也是这个帮助我们社会 能够更安定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当然了 很多人被唤醒了需求 可是呢 还有一个迫切感的问题 对了 好了 你讲的有道理 可是我真的现在要拿出五万块 买一个保险吗 而且交未来二十年 每一年交五万 还是说我现在身体还好吧 明年再说 今年我打算五万块 拿来去日本旅游一趟 所以这个sense of urgency 迫切感 第一个是唤起需求 第二个呢 唤起迫切感 这两件事情是受险业务人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挑战 您刚才特别提到说很多男生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男性在这个方面的保险意识比女性弱吗 事实上男性根据我们统计数据 通常买保险的 买受险的 通常是女生做主 女生的风险意识比较强 所以说决定买保险的人 很多时候是老婆做主 然后老婆去强迫另一半去买吗 也不能说强迫 就是说你要照顾家人 我看到这个保险不错 那万一有什么事情 我们给一笔钱给小孩子照顾他的教育 将来生活费等等的 而且呢 这个就算都用不到 到了退休的时候 这笔保单他有保价金 保价金也可以转换成一笔钱作为退休的准备 所以事实不止为了死的问题 还包括活得太久的问题 那李医长在这么多年 这个从事这个保险的这个历程里面 就是说观念的变化 应该您会感受会非常非常的这个深嘛 他这个观念的变化 会不会带动这个前端的这个保险的业务人员 再去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不管是受险啦 或者是储蓄险或各种的时候 他也会他也必须要有一种全新的不同的一个概念 因为今天我们买一份保险 他不只是跟我的人生对赌嘛 并不是也不只是跟保险这个公司来这个对赌啊 我没事啊 那你就赚到了 就不是不是这样 他其实是一个他是一个人生规划的一个概念 而且保险保险人员的角色也会越来越复杂 他并不是只我把这个保单卖给你就好了 特别是您是这个精算师 在您前面再去规划这个保单的时候 其实都带有很多对于 这个这个保单 对于我们买这张保单的人 他的人生上面可以获得多少的利益 会有一些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一个规划吧 这个对于您在让这个保险人员去推销这个保单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不同角度的一种观察 对这个您说的很对 其实事实上保险的产品是处理客户生老病死残的问题 老是指活得太久 储蓄不够 死的话是死得太早 责任未了 那当然还有生病残废的情况 要需要一笔保险金来照顾 所以基本上保险产品要看每一个人 他在生命中的life cycle 他在年轻的时候 可能还没结婚的时候 可能也有一个医疗保险 万一生病的时候有个医疗照顾 他如果结婚生子之后 他这个家庭小家庭刚刚成立 他需要一笔 万一这个一家之主赚钱的主要的 比方是先生或者太太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留下一笔钱照顾这个家人 还有可能负担这个mortgage 房贷等等之类的 可是到了这个小家庭 渐渐的成长之后 那小孩子也慢慢大学毕业了 这个时候的家庭可能 夫妇大概四十岁五十多岁 他们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 再过十几二十年就要退休了 那退休的时候 到底六十五岁我退休之后 我可能活到七十五岁 八十岁 九十五岁 一百岁 人现在越活越久 尤其台湾健康医疗都很好 所以我工作从二十五岁到六十五岁 四十年 我退休六十五岁到可能九十五岁 一百岁 二三十年 所以我工作这个时候赚的钱 要准备多少 储蓄多少来负担我未来六十五岁以后的生活 那这就是退休规划 那退休规划的最适合处理的产品 金融商品有很多 有基金 有定存 有保险 最适合的就是保险 因为只有保险的年金能够处理活得太久的问题 因为你活多久 你的年金就领多久 所以保险公司负担了客户 承担了客户活得太久的风险 所以这是一个每一个人的life cycle 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保险需求 当然每一个家庭也不同 他的小孩子多或少 或者夫妇的财产多或少 如果财产很多的 他还有后续的传承的问题 遗产税 结税 或者是要把资产怎么样转给下一代 这样子的规划 全体都是在一个受险的业务人员 一个保险的一个财务规划师的一个范畴之内 要帮客户去解决去处理的 您自己就是一个在观念上面 或是在这个对于人生的这个规划上 一直往前看的人 所以他一直往前进 我刚才一开始都提到说 您到了就我这个年纪 这个50多岁了 才又去又再去 看起来像40多岁 这个理事长都会讲有没有 我觉得他那个保单应该是卖的很好 您自己有没有去第一线去推销这个保单 我刚开始担任总经理的时候 我卖了一些保单 感受一下那个经验 我当时卖给我一些高中同学 大学同学好朋友 我发现说 即使以我 因为我是精算师 那我设计商品 那跟我的同学的关系 大概遇到10个 可以成交5个 比例很高啊 对比一般的人好很多了 比一般的业务伙伴好很多 精算师的好处在哪里 就是说你会 你会用一个更理性的那样的诉求 来告诉他们说 这张对你是有保障的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一般的保险业务联系 说过良好教育训练的话 他其实可以讲的 比我一个精算师 那个讲的更完整 只不过是有精算师的招牌 人家会说 好像你很厉害很懂 事实上我们训练出来业务联系 他做的规划 都通常是很不错的 只是你的招牌会占一个便宜 可是理想 这有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说精算师算这个保单 就规划这个保单的时候 可能会被人家觉得说 你是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来讲 但是你要去推销的 去推销这张保单的时候 其实是要在客户的这个角度的时候 我是为你着想 这个东西这个差异很大 对啊 当然了 我们在设计保单的时候 我也要替精算师讲一句话 我们在设计保单的时候 也要看说这张保单 到底满足客户什么样的需求 然后我们拟定的保费 在市场的竞争力怎么样 而且我们所所定的目标族群市场 客户是否负担的起 那我们负担的不起的 我们是不是要调整一下 产品的内容 实际上说 让保费可以便宜一点 让客户可以负担的起 所以整个产品的设计 它是要符合市场需求的了 那当然 所以您说您在推销保单上面 这个成绩真的是挺好的 就也因为您本身是精算师 所以在看各个的趋势的时候 其实会非常的敏锐 所以您现在在推动的 就是亚太保险奖 特别的强调就是说 亚太地区的形势的变化 对于保险从业人员的一个重要性 我们常常会觉得 就是说你要知道 什么国际情势的变化 全球今日情势的变化 它好像是基金经理人 要比较去关切的 这跟保险业务人员有什么关联 当然其实有非常多的关联 首先我强调一下 就是说我们保险业务伙伴 平常工作很辛苦 所以也常常获得各种拒绝 那当然我们所教育训练 就是说是他客户拒绝你 代表他现在还不了解 保险的重要性 所以你要不断的再回头 重复的再跟他解说 再找他 也许今年不行 明年 那等到客户认同你的时候 你因此照顾好了一个家庭 所以如果你在一年的期间内 在今年你照顾好了100个家庭 或者200个家庭 你等于照顾好了200个台湾的家庭 帮他会获得了一个好的安全的保障 因此你这样子贡献 是否应该要获得肯定 当然所有的保险公司 都会有各种奖项 来肯定这些基优的业务人员 基优不只是业绩好 还包括说他的客服 续保率等等获得客户的肯定 那可是这是台湾 这家公司给业务人员的奖项 那如何能够让 我们参加金马奖 也要参加亚太影展 也要有机会将来参加奥斯卡影展 所以如何让我们的业务人 获得亚太国际舞台上的肯定 那就是我们引进亚太保险奖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因为在我们的亚太保险奖 参加的有10个国家 印度 澳洲 新加坡 香港 泰国 马来西亚等等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华人的 这些会讲华语的 当然有讲英语像澳洲跟印度 在这个场合里面 如果获奖人 大家会获得一个 有个交流的机会 新加坡你们现在 在做些什么事情 在卖什么商品 你们的客户有什么考虑 那比方像现在金融科技时代 数位科技 那在销售保险的时候 你们如何用数位科技 金融科技的工具 在帮助你们销售 因此他山之石 可以做一个借境 所以我看到新加坡 香港和澳洲 有很多的优秀的业务人员 他们使用的工具跟方法 都是一些可以作为 我们台湾的业务伙伴 去做学习去成长的地方 除了保险人员 可以借由参与亚太保险奖 来拓展自己的视野之外 我们客户 又能够从拓展视野的 保险人员里面 得到些什么样 更实质的这些帮助 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 待会回到飞碟早餐的现场 继续请教 IFPA社团法人 中华保险与理财 规划人员协会的理事长 刘先决 刘理事长 我们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飞碟早餐的现场 我是代班主持人 尹乃金 今天我们访问 IFPA社团法人 中华保险与理财 规划人员协会理事长 刘先决 刘理事长 来跟我们谈谈 这个保险 如何影响我们的人生 以及刘先决理事长 目前正在推动亚太保险奖 作为一个第一线的 保险的业务员 他在去了解 整个国际的形势之后 对于他个人 还有对于我们的客户 会带来一些实际上的 什么样的效益 我刚才理事长提到 当然就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 我们知道 像我们周边的国家 他们在保险业务上面 有些什么样的新的推动 有些什么样新的发展的话 对于我们在设计新的商品 或者是说了解趋势来说 是有很大的注意 没有错 我想请教理事长的是说 就台湾目前在保险的业务上面 规划的这些产品等等 我们在比较周边的国家里面 像新加坡 澳大利亚 来讲的话 台湾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台湾其实一直是保险大国 以总保费收入来讲 台湾排名全世界前十名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 真的吗 主要是受险吗 受险 我们有这么好的 全民健保 我们受险的比例还是很高 其实这个是很吊诡的 当没有全民健保的时候 大家不买健康保险 有了全民健保推出来之后 好像十几年前 大家开始拼命买健康保险 为什么 他唤醒了客户的需求 因为整个大家发现 原来健保很重要 可是健保所提供的内容 可能还不足够 所以医务人员就会跟客户在解说 对你了解了健康保险很需要 医务保险很重要 可是还有哪些缺口 你应该透过商业的保险 来弥补这个缺口 来补足啊 是哦 所以唤醒需求是最难的事情 我以为全球最大的市场 是美国吗 第一个是美国 第二个是日本 这两年被中国迎头赶上 台湾以前是排名全世界第七 现在降到了第九或第十 不过还是全球前十大 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险王国 所以像在这些亚太这些会员国里面 台湾以保费收入来讲 因为日本还没有在我们的亚太协会里面 所以台湾是以保费收入来讲 是在会员国里面最强的 好特别哦 您说换起需求是最难的 对不对 换起客户对这样子的 这样风险的意识跟需求 是最难的 对不对 所以最大比的还是在受险的部分 对不对 受险的部分 受险部分 然后因为我 产险的保费收入 但整个总保险 总保费收入十分之一左右 全世界 受险在九成 产险在一成 在一成 那像个人的 像比如说什么储蓄险 什么这些方面呢 事实上储蓄险 所谓储蓄险是一个俗称 如果以针对满足客户退休需求 他在退休60岁65岁 他需要有一笔钱 以后过退休生活 甚至每年领一笔钱 领到领一辈子 那这就需要靠 退休型的商品来做规划 退休型商品 有包括台湾的养老险 这个以及年金 或者甚至终身受险 他有解约金的 有保驾金的 这都是可以作为储蓄 退休的工具 那这样在我们的 这个产品的规划上 我们跟 像我们临近的话 哪一个受险的市场 这个产品最多元最活泼 是新加坡吗 新加坡政府照顾的这么好 大家还要保险吗 当然了 这个以这个最多 产品最多元 因为新加坡跟香港 是国际化 非常国际化的城市 那尤其是香港 全世界各个大的保险公司 都会在香港 新加坡开一个分公司 那产品非常多元化 所以让客户有很多 各种多元化选择 包括长照 投资型保险 这个变额型年金 等等之类 那所以呢 他们都有这个 这个很好的 这个业务人员训练 才能卖这种 这么多元化的商品 那当然你说 他们有些像福利国家 已经有很好的 很好的这个政府的保障计划 可是通常再好的 政府保障计划 保障的是一个人 一个国民 基本的需求 基本的退休 基本的保障 可是当你生活水准 到达某个程度的时候 你希望你退休的时候 不是一个月花两万块台币 而是可能希望有五万 六万七万的收入 退休收入 退休退休资金 让你能够过 你原来的生活水准 那这就是 没有一个政府 会负担到这个程度了 那这个额外的部分 就需要每个人 透过商业保险 来去做一个规划 可是理事长 您知道 您一定知道 就是说 长期以来一直 有这样子的辩论 就是说 你如果说是要投资 你如果说是要 为自己的退休金 做打算的话 其实你应该去 从事的是 别的这个投资 而不是透过这个保险 来做 什么年金的规划等等 但因为像我 我刚才有 我呢 我是一个非常保守性的人 所以说 我的确是有在这个保险方面 就是有什么年金 险之类的这些 但是从您的一个专业的角度 来看的话 您觉得什么样才是一个 合理的一个规划 我认为保险是最基本的退休工具 当然在这个退休工具 你已经做好的前提之下 比方说 你的退休 退休保险商品 能够给你一个月将来五万块 或七万块的收入 在此之外 你想说 我买个房子 这个房子将来可以租给别人 我收个房租 或者是你买个基金 这个基金将来可以给你 定期一个回馈 或者你投资股票 或者你做什么都可以 可是保险的年金 或者退休商品 是最基本的工具 因为只有它才能处理 活得越久 这个长寿风险 因为年金是不断的给付 给付到一个客户死亡为止 你如果买一个房子 想说 我买了一个房子 将来可能有房租收入五万块 你65岁的时候可以 来照顾这个房子 做房东 75岁的时候 你做房东 处理有些房客 我的水电坏了 什么灯泡坏了 然后要缴房租 到了78岁 80岁 你脑子还清醒的时候 或不太清醒的时候 他房租给了没有 而且你的房子 会不会被你的儿子女儿 孙子孙女说 这个房子 我现在要贷款 借下钱 被转移去了 把钱 房子就不见了 只有年金 保管工执政你这个人 你活着 我就给你一笔钱 到你的账户 所以不管是股票 基金 房地产 都可能被转移 而且你都可能 没有办法照顾 你有了基金 万一股市来个大崩盘 你可能还搞不清楚 在七八十岁的时候 你搞不清楚 股市崩盘了 你有没有在看新闻的时候 所以只有保险是最基本的保障 有行有余力 做别的事情安排 当然是非常好 你好会说 这是事实 我觉得非常的有说服力 像我这样子的性格的人 真的是有道理 非常的稳当的一种规划跟安排 那您刚才提到 就是说像比如说香港 新加坡 他们特别有这些 各种各样不同的保险产品 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 在设计新商品 或者是说像这个 在去保险行业 在从事交流的时候 我们可以 对我们可以带来 什么样不同的刺激 像香港 它除了受险之外 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 投资组合的这种 保险的产品 这市场很大 对不对 所以其实 以香港或新加坡来讲 他们有非常多元化的产品 当然 而且这些多元化产品 是有好多个不同的 国际保险公司在所提供的 所以说很多公司提供 同样的商品 所以客户的选择很多 当然台湾现在 只有20多家保险公司 那产品其实也多元化 什么该有的也都有了 只不过是提供这些产品的公司 就是台湾本地的这些几个 主要的保险公司 所以客户的选择 我说相对于香港跟新加坡 它不像在那里的居民 可以买各个国际上的商品 台湾就买台湾本地的 不过该有的商品都有了 那只是说在选择的时候 像投资型商品 目前台湾我知道 业界还在发展 就是投资型商品 最大的特质就是 投资风险自负 你选择了一个标的物 去做投资 你的是保险 保险里面有保驾金 保驾金由你去决定说 你要投资哪个基金 哪个什么股票 那你确定了之后 万一这个基金表现不好 那你就承担这样子的风险 而不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 所以新的趋势是说 你也不能在 以保险公司卖的商品来讲 你不能让客户完全承担 你既然是保险 你叫保险 你是要给予某一种保障 所以现在在投资性保险里面 很特别的就加上一个 叫做GMXB的商品 就guarantee minimum X是要不要 保障最低的收益 保障最低收益 保障最低死亡给付 这样最低保障收益的商品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 需要高度技术操作 才能提供给投资性保险的客户 一个这样的一个保障 基本保障的商品 台湾现在很多家公司 也在发展这类的商品 这就是精算是算出来的吗 不是吗 这是算出来的 当然这是需要做很多的 我们叫做stochastic simulation 因为它要预测股市 将来的变动 在这变动情况 它测试几百万种scenario 根据这些scenario 有的时候赔钱 有的时候赚钱 最后算了一个平均成本 大概是多少钱 要跟客户收 提供这样保障 也跟客户收多少的 一个基本成本 是所以说就是 不管是在幕后 或是第一线的保险人员 一直保持着跟民众的 就是客户的需求和趋势 同时往前进 然后当然很重要的这个目的 是当然就是带给客户 在不管是你的人生生命的 这个保障上面 或是在一个无余的退休生活上面 能够有安定感 这个是保险人员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您现在听到的是 IFPA社团法人中华保险 与理财规划人员协会理事长 刘先决刘理事长 刘理事长现在正在推动在台湾 让台湾的这个保险的从业人员 能够去参与这个亚太保险奖 那希望透过这个亚太保险奖 不但让非常辛苦 非常专业的这个保险人员 能够得到国际的肯定 很重要的是如何的 使这个国际的趋势 和台湾的这个受险 保险市场来结合 带给我们客户更大的这个利益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飞碟早餐的现场 我是代班主持人尹乃金 今天我们请到FPA社团 法人中华保险与理财规划人员 协会理事长 刘先决刘理事长 刘理事长呢 现在正在推动这个亚太保险奖 理事长您 当初能够取得 就是台湾的保险人员 去参与亚太保险奖 也是一段不容易的过程 对不对 是 虽然我们台湾是保险亡国 那可是呢 我们台湾也 而且同时我们台湾也很多的优秀业务员 在各地去被邀请 去新加坡 去香港 去中国 去演讲 去分享他们的销售的专业的经验 那可是呢 我们这次的亚太保险奖 是由我们的这个总会 亚太财务策略规划协会所举办的 那在在整个产 在整个的奖项的设计方面呢 因为以前我在保险公司内勤的经验 所以说我帮忙设计这个奖项 规划出台湾的得奖的标准 而且要相较于台湾 目前保险公司自己的标准 以及其他可能国际上的标准 所设定设定这个标准 那重点就是希望我们台湾的业务人员 能够跟亚太去做一个链接 那如果在这方面 能够获得这个亚太的肯定的话 那我相信对于我们的这个 保险从业人员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勋章 戴在肩膀上说 我获得了这个奖项 我获得了亚太的肯定 尤其是很多保险公司 现在要进军亚太南向 在越南 泰国 新加坡 新加坡大概不会 因为太饱和了 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成立保险公司 是哦 这蛮厉害的 政府是有南向政策 那当然也有不少保险公司 向往东南亚去移动 所以你获得了一个亚太的肯定 也符合公司往亚太进去 南向的一个指标 对保险真的很难 就是说你在本国推动的时候 都会有相当成困难 更何况东南亚 在东协的这些国家 每个国家的这个状况 法令的规定 就都很 就是差异性还蛮大的 所以要去 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面 去拓展这个业务 他要通过的关卡的考验 其实非常多的 那就这个亚太保险奖来说的话 中国大陆也是会员 对不对 中国大陆不是会员 中国大陆不是会员 所以他是一个民间团体 对不对 他是一个跨国的一个民间团体 他是亚太跨国的民间团体 是非盈利组织 那中国大陆呢 他现在要想要做的 好像是他们自己想搞一个 这样子的保险业务人员 协会 可是还是有点政府 办官方的在掌控 所以他们现在急着在做这件事情 至于说加入其他的国际组织 还没有 比较没有那么热衷 他们的保险市场 还是在一个比较属于战国时期吧 其实中国这十年来 保险市场成长得非常快速 可是相较于比较成熟的 像台湾 香港 新加坡这个市场 他的销售的方法 销售技术 还是需要很多成长的空间 所以才会常常到台湾来取金 那里长您参与这个 参与这个协会 然后设计他符合参与这个资格 在之前的时候 他这个亚太保险奖 之前曾经举行过吗 这个是非常好的 就是我们这是第一届 首届 所以说这一次 所以您就等于是在创始的时候 就帮他定立下这个规则 我们在去年开这个 整个开理事会的时候 那所创立的 那也就鼓励大家能够得到 第一届的亚太保险奖 那第一届的亚太保险奖 我们会有大力的 其他的配套的促销活动 包括得奖的人将来可能在各大媒体曝光 让你看到说 你是第一届的亚太保险奖得主 所以说 而且还有机会去报名参加 在泰国的一个颁奖大会 会由这个泰国的部长级的人物 来主持来颁奖 那在 可是就是说 现在已经是二月初了 我们这个奖项是在二月底 报名截止 希望这个 有在听这个节目的 所有的保险业务伙伴 能够非常踊跃积极的来 在二月底以前 来报名参加 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吗 可以 最主要资格 就是以亚太保险奖来讲的话 他需要有两个主要资格 一个是在去年的 这个业绩 要达到180万的 这个首期保费收入 那这是亚太保险精英奖 他币值是什么 台币 我们现在就算讲台币 180万的保费收入 续保率要80%以上 这是一个值的指标 那至于说 巅峰奖的话 那更是 要是十倍 是要1800万的保费收入 他有资格拿到巅峰奖 巅峰奖等于是顶级的一个奖项 那所以说 业务人员可以领奖 业务主管也可以领奖 那详细的办法 可以参考我们这个 保险与理财 关华人协会的官网 官网 那他需要有什么 推荐吗 保险公司要推荐 具名要签字说 没有错 你的业绩跟你的续保率 确实是达到这个标准 搞不好有那种 很重量级的客户 觉得这个保险人员 棒得不得了 有没有 很想帮他 很想帮他推荐 背书 如果有客户愿意推荐 那当然是很好 可是并不是我们的要求 但可能可以在他 在评选的过程之中 对他可能会有点加分 应该是有加分 可是我们目前也只看的是 你的业绩出时 跟你的续保率 续保率 所以说当初在整个 这个参与规划的时候 其实在前端的 台湾的保险业务 或者是保险人员 保险业 其实已经受到 这个亚太国家的一个 很肯定 所以才能够在前端规划的时候 就是由这个刘先决理事长 他们去设计这个标准 那但现在当然就是希望 就是说能够有非常多的 优秀的台湾的保险的从业人员 能够踊跃的来参与这个奖 然后透过这个奖项的参与 评选 跟学习交流肯定 那尤其了解国际的一些 好的做法之后 回到台湾 能够帮台湾的客户做更好 更有前瞻性的国际的 国际视野的规划 是 然后出国比赛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出国旅游 出国玩一玩 出国比赛这个很重要 这个也对 也帮我们大家打开这个视野 非常谢谢IFPA社团法人 中华保险与理财规划人员 协会理事长 刘先生刘理事长 来跟我们分享 他很特别的保险 在业务上面 他的想法 他的规划 以及谢谢他推动亚太保险奖 希望很多优秀的保险业人员 赶快把握这个时间 在二月底 来去参加这个奖项的竞争和评选 大家可以上到 中华保险与理财规划人员协会 去查询相关的参赛的规则 等等 谢谢刘先军 李院长 谢谢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